白星慧驚訝男友被起底 相信他不花心 不知道是衣服還是戀愛 白白白星慧今晚出席新聞局 優良劇本頒獎年齡 整個人金光閃閃如暮春風 她好不容易爆出新戀情 男友是交往一個多月的金融公司 負責人Donald 本名堂堂 堂堂喔 堂堂已經進過白白家 還在阿里山上共度春宵 可見兩人之親密 沒想到在這節骨眼 堂堂竟被起底 曾經和香港有極有女性之稱的 Mango 王秀玲有過一段情 堂堂於是和晨晨就變成表兄弟 重點是當事人白白 還是因為蘋果起底才知道 有嚇到嗎 有 有嚇到 被嚇到真的是她這麼被關注 因為我覺得本來就想說 就是上班族嘛 所以就應該被大家知道也不會這麼 我是 我說過啊 我一開始是不知道的 對 但是我 她後來跟我講 白白可能一開始也不知道 堂堂認識不少名模 可見交友之廣闊 顯然遲常穿梭在花花世界 你不會怕她說 她以前有些很花心的傳聞 她沒有花心啊 她不花心啊 據說堂堂已經和Mango分手 可是Mango難忘舊情 常會聯絡堂堂 堂堂心裡雖有分 卻沒有在上溝 但難保哪天擦槍走火 原本求愛若渴的白白 現在互愛親切 她也在一片風雨中選擇相信愛人 她男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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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現在很相信她啦 其實她是一個真的很優秀的男生 然後我真的希望大家的 我知道大家對我很好 然後都會努力幫我 就是可能就是調查她什麼 我知道我就是可能 就是交朋友就會覺得 就先看感覺 然後可能其他東西 對我來講不是那麼重要 問題還沒有問完 讓她這份工作人員衝衝拉走 今天只能暫時以他們的 阿里山車店的主題曲當結尾啊 My love I will never go 這就是我的愛在日出後 My love I will never go 愛是清清爛的愛不失手 蘋果娛樂新聞 我很相信她啦 報導